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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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值得大家期待 可以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今年会有多少部电影参展吗 好 我们今年的就是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在8月10号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收到了近两百部的电影 乃至于不同的国家 差不多有十多个国家吧 还没有完全的统计 但我知道的是 我们今年的电影中间 有西班牙和印度的首次来参加我们国际电影节 Would you mind tell me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yourself and how about this festival too Yes, of course I work as a Vancouver casting director and I work with many different film companies throughout Canada and the US The film industry has been growing, thriving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working with this event I know it's going to be a really big event this year We were part of it last year as well and so it's wonderful to bring in so many different actors and filmmakers together to work towards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future so it's very exciting This is my friend April who works as an actress in Vancouver Yes, my name is April Telleck and I'm a film and television actress I was a former Miss Canada and actually spent a lot of time in Asia myself I modeled overseas in China and in Japan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then I represented Canada in the Miss Asia Pacific Quest pageant and was a finalist in that but I work in film and television and we were honored guests and judges last year at the festival in Vancouver and it was just such a wonderful experience We're thrilled to be here again this year That sounds very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Yeah, do you have any expectations about this year's festival?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than the usual last year?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bigger and better this year We have a lot of judges One is a filmmaker and we've got local actors that are celebrities that will be part of this year's event and I think that it's just going to be bigger and better this year I think it's been more exciting already And yeah, I think people are really going to enjoy it Yeah Hello everyone, I'm a singer I'm from China I'm a singer I'm a singer I'm a singer I'm very happy This year 2019 we've been excited for the past 3 days Uh... I've got 3 days I've got four stages to this year I've got four different games I've got 4 years I'm very satisfied to have joined the world on the national stage in different cultu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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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到这么多元文化当中 让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 通过我自己的小小的力量 能让更多的地方的人 全世界的人受益 谢谢 站在我身边呢 这位是Terry刘先生 是我们电影节的赞助商之一 请问您今年参加我们的电影节 是第几次呢 这是我们连续第三次 参加和赞助季风夜电影节 请问您为什么要赞助季风夜电影节呢 我是觉得季风夜电影节呢 是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我们 我一直是在加拿大从事移民工作 有十几年了 我们呢也搬理了很多演员 制片人等这个演艺界的人士 移民到加拿大来 但是呢 大家的一个普遍的感觉呢 尤其是十几年以前 觉得这边的文化生活不够丰富 很多人感叹说 加拿大好山好水好寂寞 是个文化的沙漠 那么作为我们来讲呢 我们一个工作是说帮他们移民过来 同时呢也希望帮他们安居乐业 那么这样的话呢 有了季风夜电影节 这样的一个很好的 高品位高档次的文化活动 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支持 让这个季风夜电影节越搬越好 把这个平台呢做得越来越大 那么让更多的移民到加拿大来的华人 华侨 包括影艺圈演艺界的人士呢 有一个平台能够继续发挥他们的才华 发挥他们的作用 也让他们在加拿大的生活更加丰富 这个是我们的赞助和支持 这个平台的一个初心 也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呢 让全世界的人 更多的人了解到温哥华 了解到季风夜电影节 就是说我们这里是个生活的好地方 而不是一个文化的沙漠 所有的演艺界的人士 艺术人士艺术家 到了加拿大以后呢 还有很多事可做 有很多活动可以参与 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谢谢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 温顶贷款公司的董事长 许家琪先生 您好 请问您今年是第几次来参加 咱们的金风夜电影节呢 今年是我们温顶贷款 第二次赞助这个活动 我觉得这个电影节本身就是一个 中家友好的一个文化的交流活动 那我们温顶贷款 一直以来都是服务 整个大湾地区以及整个加拿大的华人的贷款的需要 所以我觉得很多华人也是从中国移民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中国的电影也是很有感情 但我觉得有一个这么好的交流活动 我们公司也是非常支持的 我想特别是对于我们华人社区而言 需要这种金风夜电影节这种活动来推动加拿大和中国之间 在电影艺术方面的交流 加强两国社区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我觉得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我希望这次第四届的金风夜电影节活动越来越成功 谢谢您 那您对咱们华人电影这个发展有什么期望和看法呢 我觉得我们华人电影应该还是应该采用这个走出来引进去的方式 跟西方呢更多的一些结合 无论是在拍摄的这个元素上和这个技术上呢 我觉得现在全球都是一体化了 我们希望呢能够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元素 谢谢谢谢您 我觉得这个电影节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是像我们中朝一样 Bridging the multiculturalism 将所有多元文化的在国际的international 带来我们加拿大 Bridging all the film industry 所有电影的就在前面 一个像一个桥梁一样 请问一下您对中国电影和电影史的发展 有什么独特的看法呢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现在你看到这个Hollywood的电影 他们有很多大牌的明星的电影 他都会邀请我们中国一些大牌的明星 在中国排这个电影 因为中国的电影这个市场是太大了 站在我身边的是金风夜国际电影节的重要合作伙伴杨文辉先生 您好听说您是专门从国内过来的 对对我是专门从国内中国的杭州 专门做回击过来的 我是杭州中家辉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同时也是远远 我在18年17年18年都有参加过金风夜电影节 有亲自来感受了这个我们金风夜电影节的浓厚的这个影视文化氛围 我们在中国主要负责为我们加拿大金风夜国际电影节进行争辩 宣传以及国际项目的一些合作 我们在18年以来呢 回去继续地做好宣传工作 因为我们这个金风夜电影节举办得非常成功 它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桥头堡 一个桥梁 我希望我们中国的电影通过我们这个桥梁 向北美向欧美进行文化输出 使我们中国电影更加文化自信 会把我们中国的电影 让以前的影响到我们中国 我们现在要让中国影响世界 让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像总书记说的 要在古书局里面让它活跃起来 让它走向世界 确定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自信 而做出一些努力 您好 请问您今年是第几次参加咱们的金风夜节呢 第三次 这个非常荣幸 非常高兴参加这个金风夜电影节 不是加拿大少林产文化中心 在中国武术 中国传统文化里边 我过去知道过很多电影 包括功夫电影 功夫熊猫里边的所有的动作 都是我在参与 那后来我有一些片子 包括国内过来一些大的片子 比方说电影这个笼子们 有下雨有泥泥 到动作导演都是我在知道 所以中国功夫 以我从少林是出来的 少林功夫在中国功夫 乃至在世界上 传承传播 抑不开电影 我是瑞邦金融廖子卫 我想说金风夜电影节去年非常成功的举办 今年马上今天是非常隆重的新闻发布会 我作为整次活动的闭莫式的开头宝宝宝 非常的骄傲 因为我看到我们优秀的华人 在加拿大的土地上 把国际电影节 电影行业的精英汇集到一起 发挥他们的才能 进行比拼 提高他们的素质 舞台有多高 他们的梦想就有多高 所以我是作为金融的领头人 我特别希望让各个领域的GDP经济发展 长足的取得更多的业绩 同时我想说 面对2019年国际经济形势的动荡 GDP的不太活跃 我想说文化领域 市场的经济发展 是一个重要的亮点 让我们各方面的行业 都应该俘虏大家来支持这个活动 让我们的金峰夜电影节 举办的圆满成功 在我身边的这位是 著名的主持人吴童先生 请问您这是第几届主持 咱们的金峰夜电影节的呢 你好 我是吴童 很高兴在这里跟你们相聚 今年是第四届金峰夜国际电影节大赛 那我主持了三届 从第二届开始 每一届呢 我们的节目 影片和阵容都在不断的壮大 我们从第一届很小规模的 然后现在变到大规模的 像去年的我们的黄阿玛 作为荣誉主席来到这里 那么今年呢 张峰夜先生 也是我们的影地类的级别的人物 也来到这里 所以给我们大家站台 而且呢每一年国内国际 包括美国加拿大世界各地的电影节的人士 都来到这里参加这个我们的影展 所以呢也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地影人的重视 特别是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 所以第四届京卫国际电影节 也将作为一个厚礼 给祖国和主机国献上 更加弘扬中国的文化 也更加把中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